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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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念资在资的 让我们在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语境中重审慈禧 到底是谁该行刑 看看当时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决定 不过这样的慈禧还是被作者对思想一下 认为他未受过教育 从未为了个人自由而奋斗过 能否满足女权主义先锋的条件 仍存在争议 中国崛起也好慈禧 将慈禧固吹成女权主义这先锋的 此文并非头一个 2013年 英籍华人作家张忠写了一本名为慈禧太后 启动现代中国的黄飞 就是图为慈禧正名 在张荣笔下 慈禧聪明 爱国 思想开明 具备一个女权主义者的雏形 虽然清朝的官僚系统充施着狭隘的 厌恶女人的男性精英 但是她顶着压力 带领原始的中国步入了现代 张荣得出结论称 慈禧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Amazing States Woman 是一位卓越的人物 过去百年受到了最不公平的对待 慈禧太后 启动现代中国的黄飞作者 张荣根据张荣的新书 慈禧手握重权 意志坚定 其志下的大部分现代化项目 都应归功于他 只不过 在许多情况下 慈禧太后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 这些人有时是外国势力收买的爪牙 张荣的这本书如此赞扬慈禧 一些历史学家感到难以深信 纽约时报介绍称 在香港 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 张荣曾辩称自己的作品 迟迟论宫允 同时也承认他确实产生了对慈禧的同行 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慈禧的内心 纽约时报在2013年曾不止一次推荐张荣的新书 发表过昏庸的慈禧也有开明进步的一面 中国的繁荣归功于慈禧太后 等多篇文章 在纽约时报的转述下 张荣甚至想将中国崛起归功于慈禧 文章宣称 过去30年 中国的发展超过了印度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事实引发了一个难以回答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 是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张荣给出的答案是慈禧 这样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是在挑战中国人底线 中国游客给出不同答案 纽约时报还介绍 另一位中国学者张红姐 以颇付同行的比调 写了一篇题为《女人慈禧》的文章 介绍了她的事业 并收录在一本名为千年悖论的文集中 文章开篇是这么引入慈禧的 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 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 却有一个女人 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 绕过重重阻碍 出现着历史的聚光灯下 纽约时报称 张红姐强调 慈禧是吃了没受教育的亏 而且她在统治的最后阶段 还为自己的错误做了不久 慈禧仍是个负面人物 张红姐认为 尽管她正面的刻画了慈禧 但没什么影响力 裴若斯的文章称 慈禧将维系亲王朝放在第一位 就像一切为了家族的 麦克尔科里昂麦克尔科罗罗 电影教父主角 黑手党家族首领 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克尔科里昂 他有着最无情 最精明的政治头脑 就像一个黑帮老大 2002年来到北京的美国作家 历史学家张志迈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什么形容 张志迈正作为导游 带着游客参看颐和园 他向外国游客讲写道 慈禧太后为了庆祝自己 60岁生日 重建了颐和园 游客游览颐和图园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颐和园 采访了一些游客 询问对慈禧的看法 一位姓业的小学女教师表示 她并不同行慈禧 她过着娇奢的生活 而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正饱受苦难 当你像中国那时那样落后 人们就会欺负你 纽约时报记者还叹息道 一盒原礼品店里 都没有卖慈禧的画像 只有印着她书法的几件粉红色丝绸 作为卦士售卖 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表示 没人喜欢她 她在历史上很糟 谁会买关于慈禧的纪念品 不过 纽约时报还是找到了所谓能理解慈禧的人 一位18岁的大一女学生 受访称 慈禧作为一名女性 不能像男人那样在政治上做决断 我认为应该把她 视为一个真实的人 她有她的缺陷 我们应了解她所处的时代 美媒粉饰慈禧 为了啥 美国作家斯特林希格雷夫 在Staling's A Grave 在1993年的传记作品《神秘的龙女》 慈禧太后 Dragon Lady T-A-T-L-I-F-E-A-N-D-L-E-G-E-N-D-O-F-T-A-C-L-A-S-T-E-N-P-R-E-S-S-O-F-C-H-I-N-A 众写道 在慈禧生命最后的时宜 她试图通过使自己更平易近人来改善形象 尤其是对西方外交管 然而这份努力最终也没有成功 她无法摆脱这样的形象 和西方许多皇室成员一样 最能提起她兴致的 还是她的狗 园艺和考究的衣服 神秘的龙女 慈禧太后这种看法 很可能受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写的北京信诈 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所影响 这本书对慈禧好评有加 书中描写了康格被招待的场景 慈禧邀请她们进餐 用茶 游船 赐予了厚赏 还亲自给夫人们戴上了珍珠戒指 慈禧和外国公使夫人 贵妇合影 可是 用这种说法为慈禧洗白合适吗 难道不是更折射出 慈禧对待国人和洋人的迥异态度 慈禧在世的最后几年 她以老夫耶尔尔尔的著称 纽约时报称 一个相对友好的传记作家把这所称是一个爱称 而其他人则将之视为一个恰当的面称 因为慈禧几乎未受过教育 无法被其他女性效仿 并导致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作为清朝暗期的实际统治者 慈禧当然是一个有功有果 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 但纽约时报应要和女权设起来 并鼓吹成一个起源式的人物 用意也是司马昭之心 这种所谓的政治女精精 才算女权主义代表 女权主义怎么也不可能沟通吧 试问慈禧的垂帘听政 对中国女性地位提高有所帮助吗 而这番重述历史的前台词 也在于对中国当代妇女解放事业的否定 妇女能顶半边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有目共睹 作者不从各个角度做对比 仅拿一个并无代表性的女性说是 观察者网去年报道过一组数据 大家可以参考下 去年五月 微信号郁闷头头在数据惊奇 强悍的中国娘们儿 碾压世界的中国妇女劳动数据 一文中提到 在美国国家劳工部网站 2012年发布的国际劳动力对比图表中 用了2010年的数据 且之后没有发布过新的此类数据 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68% 这一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 美国约59% 德国约52% 法国约51% 日本约48% 印度约29% 图元美国国家劳工部网站 观察者网汉化 虽然劳动参与率 只能反映出女性地位的一小部分面貌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任重到远 尤其是政治参与度有待提高 但要拿女权说是 还是关心下广大的中国妇女同胞吧 一两个所谓的政治女强人 并不值得女权主义者们的小确幸 寄出慈禧就更沉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住路